大家好 歡迎收看有線快訊 我是Karen 陳嘉惠 大家好 我是阿門 2013年第五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將會在9月15日舉行 目前澳門特別行政局的第五屆立法會選舉程序 已按部就班有罪展開 立法會選舉委員會亦都提醒廣大市民 所有人都不能在8月31日這個法定競選活動期開展之前 以候選人或參選人的身份公開呼籲作出這些宣傳行為 立法會議員高千次已經在5月23日宣布 將會火怕退休公務員梁榮仔 出戰9月15日的第五屆立法會選舉 我們一起去看看記者會的情況 我開心能夠得到他的認同和支持我們新希望的一個組別 原因就是因為不是容易今時今日找到一個人 是沒有商界背景可以全職為澳門市民服務 我本身是1980年入公職 入公職就是在澳門監獄工作 由最低層開始做 由一個普通獄警一路做到我 離開公職 我的職位就是監獄員一個總警司 澳門葡萄酒美食節昨天在澳門威尼斯人隆重登場 而活動在澳門威尼斯人綜合度假村人工湖畔區舉行 而各項的娛樂活動亦都為現場製有派對的氣氛 首屆澳門葡萄酒美食節 在星期四在澳門威尼斯人人工湖畔區展開 由即日起至5月26日舉行的美食節 屆時將會有美酒、學府以及超過20個展位 提供世界各地的美食和葡萄酒 當日超過100位業界人士 須值開幕的電禮 2013年的澳門環保洲很快地展開 而在6月2日至8日期間 將會舉辦多個環保活動 而2013洋地五市世界環境日嘉年華 將會在6月2日下午3時半至6時 在塔石廣場舉行 活動當日會在現場節日親子攤位遊戲 有機會獲取豐富紀念品以及精彩表演節目 而今年環保洲更成交全澳市民實踐減索 和適食兩大環保行動 將減少使用膠袋以及珍惜食物 培養成為生活習慣 並且將這份理念傳承下去 為積極響應和參與本澳的文化體育活動 澳門美高梅今年將會繼續派出50名運動建議 參與2013澳門國際龍舟賽 而美高梅的男女子龍舟隊 亦在南華木的水上活動中心進行下世禮 一族美高梅龍舟隊建議 在過去幾年利用公園時間監附訓練 風雨無阻地為龍舟賽做好準備 迎戰在6月8日、9日和12日所舉行的 一年一度澳門國際龍舟賽 上年美高梅龍舟隊 在澳門國際龍舟賽事當中成績幼兒 今年將會繼續發揮美高梅團結堅韌的 金絲團隊精神力增在創皆值 第24間澳門藝術室已經接近尾聲 臨近低幕的幾場節目 仍然是余溫卓熱備受關注 這是來自英國的陸像活動裝置教會 現在在塔石廣場上演 這是一個斬新的戶外光影項目 這個光影項目表現教會 將會在5月25日至31日期間 每晚8時至10時在塔石廣場上演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留意一下 今個星期看電視有掌重活動電話競猜遊戲 將會送出減排節能環保機油 適用於私家車及電單車 觀眾朋友照打電話66883005 答對一條簡單的問題 就可以得到由信能圖子合金潤滑油 服務連鎖1點贊助送出減排節能環保機油 信能圖子合金潤滑有能夠減低車輛機械的磨擦 延長機件的壽命 節約能源降低車輛的排放 適合各類柴油 私家車及電單車使用 更曾獲得多個質量及環保證書 信能地址 在岸門聖碑道街19號A地下韋倫大廈 查詢電話2872-2383 由現在開始 衛士卡式台在每晚10時 都會為大家精算一出80年代的經典電影 今晚為大家安排了一套經歷得來 又有一些溫馨的電影 就是薑屍皆族 運往黑市買賣場作為貨版的小薑屍 逃脫去到農莊 並且同一個女仔嘉嘉相遇 互相建立起友情 而國家地理頻道亦帶大家回到80年代 將會播放80年代的系列特輯 今晚的10時 將會為大家播放黃金十年革命 1981年 列根就任美國總統 但在短短的七十六之內 他的執政生涯就面臨危機 租人刺殺 子彈貫穿肥暴 唯有班傑利公司 成功將60年代的稀皮豐 與80年代的企業精神相結合 我們現在將時間交給Maggie 去講講其他電視節目的推介 5月24日 有線第64台罪案偵測頻道 晚上9點會有刑案放大鏡 今集就講的案件 就是一個小男孩在自己的床上面被殺害 而警方就懷疑兇手是小男孩的母親 到底真正的兇手是否真的被誠於法呢 有線第41台HBO 晚上11點半會有戀交好朋友 電影就講述 兩個男女為了排解各自孤獨 但又不想將自己的朋友關係變得複雜 於是協商成為對方的枕邊伴侶 而結果是怎樣 大家就千萬別錯過這套浪漫溫馨的喜劇 我們有線電視的新的高清機電盒 亦都推出了 機身不容細小 亦都加上紅外線接收器 接收得更加快和更加清晰 現在靠賣HMC 3000機電盒 馬上送你多功能學習型遙控器 可以同時遙控電視機或者其他電器 以及components高清信號線 價150元就可以增加紅外線接收器 即是俗稱顏制接收得更加快更加好 還不快點以搶先體驗優惠價980元 體驗全新的機電盒 另外有線更推出簽約優惠 簽12個月優惠價1928元 簽18個月優惠價1658元 想快點體驗全新的高清功能 立即打電話來288226624小時的服務二線 以上的優惠只需用於自責用戶 大家以後除了可以留意有線發信 去知道本地及外地的消息之外 亦可以留意著非常推薦這個新節目 這個節目會為大家介紹 在澳門所發生的一些文魚康體活動 特別是藝術活動 大家可以留意著這些精彩的推薦去買票 而首播的時間 就會是逢星期五晚的7點半鐘 亦都會在有線發信之後播出 我們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